我愛翻尋味 我愛翻翻翻翻尋味 鏡頭帶你居布 按美食為懷親中 一開箱一人都希望 開箱一班人即刻到 我愛翻尋味 吃到漂亮漂亮 今次我愛翻尋味 來到廣州生物島 感受新科技無人駕駛 有新科技肯定就有新美食 由星哥為我們帶來的新派越菜 看起來就非常美味 更多精彩內容 盡在每晚七點半 我愛翻尋味 我愛翻尋味 吃到漂亮漂亮 這裏真的很舒服 真棒 身為廣州人的我 我愛翻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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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真的不知道 官州現在變得漂亮得那麼多 收拾廣賺人的我 我也是第一次來到官州 想不到小島上的綠化環境也好 然後這裡的空氣又清新 來到島上當然要環島游 看看風景 環島? 好,凱哥,你有沒有開車 我呀?我呀 環保出行 今天只是地鐵和單車過來 那我們怎樣環島 走路都是很晚的 不怕的,約到司機了 有司機嗎? 還要專屬 你不早點說的,在哪裡? 等等,馬上來的 好 海哥,為什麼沒有輸機呢? 這裡是無人駕駛 一定要先扣好安全帶 否則還沒扣好安全帶 他不開車的 這樣嗎? 扣好車 我突然想到一首歌,海哥 是 駕駛那首 駕駛那首 原成坐 快車 但無人再駕駛 好,現在就無人駕駛了 而且這麼慢的速度裡面 我們欣賞小島的風景 事實對我們來說 是一種很賞心願目的事情 沒錯,而且這條線路 可以環遊觀洲島 但是這輛車只能夠坐八個人 其實都… 但是班次也算密 所以來到這裡玩的朋友 可以悠悠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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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我們已經坐過無人駕駛公交車了 那便怎樣 整個車型的結構相當前衛 完全體現到智能化 而且這輛車的四周都有一個雷達 可以感應到人、障礙物和其他一些車 當你遇到障礙物的時候 它就會停下或減速 這個真的非常智能化 而且整個車速都不會太快 剛剛好環住這個深密島 又可以看到外面的風景 無人駕駛這個概念 其實很早就已經有了 不過實施起來 公交車實施 就是這裡是第一的 但是我們游了這麼久 車好是時候要治癒兔子了 這樣就說開現代的東西 不只我們嘗試的無人駕駛是現代化 這裡做的殘忍 都很現代化的 很新潮的 來到觀洲軒 就肯定進廚房找到我們的行政總廚 阿星哥 做一個深派粵菜給我們嘗嘗 食材已經在我手上了 這個花籠真的超級大 今天跟我們做深蝦粵菜 做龍藤四海 龍藤四海? 名字很誇張 先把這裡 先把肉 先把肉弄出來 先把湯弄死 這些就是海水的味道 對… 然後湯在下面 一扭一轉 嘩! 我看到裡面很多膏 你快給大家看看 蝦頭有很多膏 龍蝦不是每個人都會湯 龍蝦的肉是螺旋紋 所以湯的時候要擰頭 然後片肉的時候 也要跟著它的味道順著去 如果你亂切亂片 肉就散了 嘩! 哇!真是幾經辛苦 就把這個花籠的肉出來 大家可以看到 嘩!真是… 現在剛剛用了一個檸檬冰水 將它的溫度馬上降下來 所以你摸到它的肉 非常緊實、緊緻 看到它的顏色嗎? 嘩! 很美得好像那些翡翠白肉 那樣 嘩!現在就要開始它起點了 對… 好!那就交給阿星哥了 切龍蝦肉和切牛肉一樣 都是要順著聞路切 這樣的口感才會更加之好 將骨和蝦頭的牛牛一個蝦湯 然後再蒸一個蛋底出來 將龍蝦肉切片之後 用清雞湯浸熟它 放在蒸好的雞蛋上面 再將魚子醬放在龍蝦肉上面 就搞定了 好! 我們先嘗嘗龍蝦四海 龍蝦四海是做得偉賞的 漂亮嗎? 真的非常精緻 究竟是甚麼菜? 但如果是龍蝦蒸水蛋 就一定是粵菜 粵菜演繹科食 龍蝦肉真的很鮮甜 而且肉很緊緻 有彈牙 很包濕 我覺得呢 我是擔心 第一時間一吃 就夾到魚子醬 放兩面 是 哇!香到 剛剛我也是連魚子醬一起吃 其實魚子醬有特殊的香味 鹹鹹香香香味 嗯! 配合龍蝦 真的鮮上加鮮 我吃一下小蛋 嘩! 又滑又鮮甜 嗯! 蝦肉加上蛋 一起吃更加好吃 這樣嗎? 雙重的口感 那真的要鋪著蝦肉 簡直是連碗我也想吃 哈哈哈哈 我今天真是長知識 原來龍蝦也可以用這個做法 平時我們多數都是用芝士焗 或者蒜蓉 第一次吃一個新派的龍藤四海 非常特別 除了龍藤四海 你吃過這麼好吃 是 還想不想再做些 更有些 精彩一點的食物 那當然想 讓我入廚房找星哥 做個好東西出來 好啊 哇! 星哥,認真不可以 今天請我們吃東星班 東星班通常有多重的最好吃 筋三豆筋六 肉質非常嫩滑 那你今天是否打算清蒸還是怎樣 今天我做個山黃皮蒸 山黃皮 自己做的 是嗎? 是自己做的 這是山黃皮 無表情挑戰 來啊,你們做吧 嘩! 好鹹 其實野山黃皮 經過師傅的醃製 去掉它就結味 留下它的鹹味 而且鹹鹹酸酸 這樣又留下黃皮的香味 野山黃皮會特別香的 那留下香味之後 用來烹飲 就是非常好的一種魚材料 先將中星班 起肉 再放入冰水 令魚肉收緊入口 更加緊緻 斬鉗 再用鹽溜一下 擺成魚形 將山黃皮擺到魚肉上 再放入蒸桂蒸 六至八分鐘就可以了 哇,來吧 山黃皮是甚麼呢? 這個山黃皮 講白一點就是野山黃皮 哦 野山黃皮 經過星哥自己的製作業制 它就做到一塊 一些漂亮的黃皮出來 平時我們吃得多 這個南角蒸魚 但是山黃皮第一次試 試一下吧 試一試 哇 哇,好可愛 這個山黃皮 它的味道不太刺激 但是又有山黃皮的鹹鹹香香的味道 果然那個黃皮 那個味道是很濃郁的 而且沒有我們平時吃的那種黃皮 它的酸味在這裡 剛剛好調出了這個東星班 魚肉的鮮味 蒸東星班 爽滑 爽滑 東星班的魚肉 是它的特質 還有呢 它的魚香味 是非常之夠的 嗯 再加上這些黃皮 它跟平時的清蒸 就有區別了 就是拉開了距離 是 那你令到你吃到黃皮 貼著那些東星 一口吃下去的時候 首先爽滑就進了口裡 嗯 然後一照到黃皮的時候 它的味道不會惹到那些東星 是 當你照爆它的時候 它在口腔裡才慢慢發出來 我的感覺 嗯 你來到這裡試過才知道 再游這個生物島 嘩 那我們現在坐著這部觀光車 是 酒店觀光車 是的 但是呢 不是全封閉的 可以感受到 觀洲島的這個清新的空氣 那些涼風不斷吹進來 真的很舒服 而且坐這個觀光車 其實是可以去到 我們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嗯 不像這個無人駕駛 設定了一條路線 只能夠走它的路線 對 定點定位 那些 我們是自由很多的 啊 那就辛苦一下導演了 不過無論剛剛的無人駕駛也好 現在我們的觀光車也好 全部都是電車 是 嘩 全都很環保 你看那邊 哇 光便 是 現在我們身處的 就是這個水墨園的一個中心點 叫 觀光塔 沒錯 那這裡呢 大概有三層那麼高 其實呢 都可以足夠看到這個水墨園的一些景色 是 黃昏的時候呢 就真的非常漂亮 是 打卡 拍照 涼風 有涼 今天的天氣都很熱 但是上來這裡呢 真的涼陰陰的 沒錯 其實這裡呢 也有很多的朋友 就是三知己 可以帶些茶 或者點心 在這裡休息一下涼 欣賞一下風景 是 真的很舒服 嗯 還是說呢 大表哥你有沒有帶點心過來 在這裡享受一下呢 嘩 沒有啊 不如這樣吧 我們去找個地方吃東西吧 帶你去吃點好東西 那是你安排吧 走了那麼久 先喝一杯咖啡 我們先喝一杯咖啡 對啦 喝完一杯咖啡 我們慢慢才賺錢 嘩 嘩 真的很捨義 在這個森脈島上 讓人感覺很清新 很多綠席包圍著自己 是的 其實大表哥 這裡的森脈島 的配套可以嗎 其實這裡的配套也很好 除了有這麼漂亮的大自然環境 給大家 各方面的酒店 生活設施 各方面都很齊全 比如我們來到這裡的木蓮莊酒店 集團 一起來玩 都可以租到大草坪 或者其他分禮 不知道 餐廳也有幾間 而且我還知道這裡的客房非常厲害 二十八方到兩百方的套房都有 特別是兩百方的套房 一個大的光景套房 完全看到了珠哥 不如別說太多了 馬上去參觀一下 好 好 嘩 又花膠又乳 要教你教聖哥 你是否等個湯給我喝 但是看聖哥的樣子 不僅如此簡單 你肯定吃一些新派菜 怎樣做 是 隔吞花膠缸 隔吞花膠缸 那我吞什麼呢 聖哥不如你解釋清楚 這隻隔吞這麼小 大概應該是中隔 是的 中隔 怎樣吞到這麼大件的花膠呢 因為我可以把中隔的骨 給出來了 再釀回花膠缸淋土裡 剛剛我仔細觀察過這個花膠 又厚肉而且又有彈性 師傅說這個叫花膠缸 既然有骨 就肯定有骨 不知道怎樣分別的呢 慢慢是這樣 花膠骨和骨 就一定有區別 如果骨就會厚一點 圓一點 小一點 骨會大一點 薄一點 如果煮起來的口感 骨會比較耐煮 而且會爽滑一點 如果骨煮起來的時候 因為它薄 就很容易卸身 所以煮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一點 將花膠缸慢慢放入 起口魚鴿裡面 最綁口 鴿頭 用熱水燙一下 成形 再將鴿放到 調口的包汁魚肉煲 慢慢煲 煲20分鐘就可以了 大肥哥 給你猜猜這道菜 你看看外面 就整隻乳鴿 其實內裡有乾坤的 這個講求它的包汁 熬得漂亮不漂亮 而且入味入得好不好 我試試乳鴿 我試這個 乳鴿吃下去真的很爽滑 皮是可以做到很Q彈的 基本上是很入味 你以為它餵了那麼久 它會炆得很爛 其實它的肉是很有膽性的 因為乳鴿相對來說 它給雞和鴨 它都會煲的時候 沒有那麼容易煲得軟 所以它放慢火 慢慢餵它 餵到它入味 全鴿 以前會做霸王鴿 那些東西 會經常見到 用到這麼名貴的花膠公 整塊這樣釀下去 事實真的少有 對 乳鴿有滋陰 花膠有養顏美容 再加上這個包汁下去 一口吃下去 軟綿綿 滑滅滅滅 整個口感很滿足 很綿 很膠 而且很入味 軟軟糯糯 綿綿滑滑 就是突出了這個菜的重點在哪裡 真的很香 真的 那個酒味 用酒來燒一燒它 它會更加的 花椒的味 辣椒的味 和牛肉脂肪的香味 就非常之好 要我快點吃它 燒一燒它 牛肉真的會香很多 真的 怎麼樣 是不是很足夠的汁 嗯 嗯 嗯 而且它表面的辣椒 和花椒的味 是可以吸收到牛肉的 吃起來很一般 又辣 而且牛肉的味道很香濃 是的 我們不如試這個 一看就知道是鮑魚雞煲 鮑魚雞煲 鮑魚雞煲 那麼普通呢 星哥就不會做給我們吃的 最起碼也會加些黑松露 黑松露鮑魚雞煲 好 嘗嘗它 嘗嘗它 嘗嘗它看看是怎樣 你有沒有看這隻鮑魚這麼小 看不看得到 挺厚的 而且很爽口 你一吃下去 有一種黑松露的香味 還有那個汁的香味 是入了進去 這麼好吃嗎 嗯 雖然我選一隻最小的給你 他們用一隻五頭的鮮包來燜 五頭的意思就是一斤 只有五隻 嗯 那就細極也有限的了 不過我反而覺得它這樣 我始終都是喜歡烹飲的技術 它將雞煎香了才再燜 爆香了汁醬煎香了才燜 它會特別的香 是 烹調細節呢 就真的是 星哥就做得很好 那我們剛剛跟星哥聊過 我私下跟他聊天的時候 他都說 烹飲的東西我是比較有心得的 果然他烹飲的東西出來真的很棒 那今天真的非常開心 來到森麥島這裡 感受到公科技 無人駕駛的車 又感受到這麼漂亮的大自然氣色 還可以嘗試阿星哥這麼棒的 心派粵菜手藝 反而我覺得這裡除了漂亮之外 它配套也配對得很好 嗯 經常這麼開心 當然要特別明謝高森木棉莊酒店 對本節目的大力支持 是 還有觀周軒 對本節目的大力支持 多謝了 謝謝 那是時候又要跟大家說再見了 我們下一期再見了 拜拜